好 我們現在看完夕陽 緊接而來的是 夜景 這根本就是百萬夜景啊 很扯 大家好 我是凱西 我是凱西 我是凱瑋 歡迎收看凱西與凱瑋 我們現在的人在學場 然後這個學場叫做 Gorth Mountain 葛勞士 對 山 一定要講沖文嗎 因為我 然後呢 這會是我們這一趟 溫哥華主要滑雪的學場 是因為我們買到了這邊的計票 計票是什麼意思呢 就一計都可以在這邊滑 就這麼簡單 對 沒錯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會來詳細的介紹 這一個山 然後我個人覺得超級漂亮 很推薦大家可以來 很漂亮 因為它 它對應過去市區的景點 反正等一下你們會看到 對 你知道溫哥華來這邊玩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開始會滿推薦這座山 因為它的交通很便利 這裡就公車站 那公車來講它也是滿方便的 因為它有好幾個車可以坐 對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再去了解 對 不然網上裡面都會有寫 所以說呢這邊就是可以搭公車 然後你也可以開車這樣 對 嗯 好那我們就先進去囉 對 走吧 是從公車站往上走 就會看到Tiki Center 所以說如果你們要買票的話 或者是說你像我們一樣買計票 就是要來Tiki Center 先去處理你的票 那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就是學長會非常強烈建議你們 就是線上購買 對 這樣 所以我們的計票其實也是線上購買 那你為什麼不能戴口罩 也還是會建議大家把口罩戴上 這樣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了 對 所以這邊就是Tiki Center 然後呢 左手邊也有一間星巴克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很像我們一樣 是一個咖啡一定要喝的人的話呢 就是最後一站星巴克這樣子 那我們就要準備去搭Sky Ride Sky Ride Sky Ride呢就是像是大型的廣州啦 大型的纜車 那會先把你直接送到山上 也就是學長所在的地方 我們現在出發往纜車的地方 過去囉 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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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Sky Ride的M-Trancer這個地方 它就在星巴克的旁邊 然後因為Sky Ride屬於室內空間 所以口罩大家戴上 因為它染車 對 所以我們出發囉 走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剛剛B卡進來的地方 它跟日本有點不太一樣 是日本的我們搭那個Lift的話呢 它就是每一站都要B 可是這個學長呢 是進出才要B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會出示我們的票卡 這樣 那因為我們是計票 計票就是有登入個人身份信息 所以它不會再檢查我們的ID 或者是任何的證明 而且你有登入就是說 你已經有打滿你的疫苗 所以我們已經在資料上已經有了 對 那如果今天你只是來觀光 一天Day Pass 你來一天 你買Day Pass 你不只要拿你的Day Pass 你拿到哪裡 身份證明 Passport或者是ID 還有疫苗 打滿兩季的證明 對 數位版可以 才可以那個進來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要準備搭Sky Ride了 好 現在那個Sky Ride了 然後準備進去 裡面空間就大概這樣子 然後沒有坐的位置 然後它每一班基本上都會盡量塞滿 所以會蠻擠的 我們Sky Ride呢會從這個地方出來 出來之後呢 就會有 這邊是直接到雪地 然後這個地方呢會到一些 一間咖啡廳 然後有一個地方有賣一些裝備 一些店這樣子 然後呢但是 如果你身上像我們一樣是有帶雪板的話呢 這種裝備是不能帶進去室內的 所以你一定要放在外面 所以像我們一樣如果有帶裝備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走下去 OK 這邊就可以放雪具 這邊的話 我們剛下來對不對 你看這邊 這邊有建築物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一條路 好不好 所以這個建築物呢 是餐廳 但是如果你今天來 你是需要自放物品 跟你要去租一些裝備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不要進餐廳 你就直接走 往這邊走上去 那邊有一個 Rental Shop 這邊就是Rental Shop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租借的雪板 雪具類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在裡面租到 然後裡面也有就是 呃 置物櫃 跟更衣室的空間 願意上來一定要戴墨鏡 對 我跟你講這個這個折射啊 雪上的光線折射 很傷眼睛 對 這一塊呢 就是它會告訴你雪場的地圖 然後以及 有什麼線是有開的 什麼線是沒有開的 所以說呢 像這邊上面是綠線 然後中間是藍線 它跟日本的雪場不一樣 是他們沒有紅線 他們是用藍線來替代 然後下面就是黑線 然後綠色就代表有開啟 紅色就代表沒有開啟 然後旁邊就是地圖 那會非常強烈建議大家 就是你至少 如果你有帶手機的話 手機至少要有這邊的地圖 或者是你可以去 嗯 Information Center拿那個紙本的地圖 就是以防止你 迷思在這個雪場 因為像今天天氣非常好 你可能不太會迷路 或者是說指標也都會很清楚 可是如果 突然下雪 或者是突然騎大屋 你可能會真的不知道 你自己人在哪裡 一定要有地圖 讓你知道說 你可以搭哪個列 然後去到哪條線這樣 好喔 所以在我身後那一棟 就是剛剛的那個 Rental的二樓 那二樓的話 其實可以出來 出來之後呢 Garis一下 好 那邊有一個 Screaming Eagle 那個就是第一個 你會遇到的 懶車 這邊就是剛剛那個 Screaming Eagle的懶車 然後呢 我們要再繼續往下走 走到那個黃黃的那一條 我們來到這邊就是一個 初學者坡 有沒有 這個初學者坡 大部分都是會搭這個 我們叫做 魔毯 Magic Carpet 我沒有搭過耶 你沒搭過 沒有 因為這真的是 比較西方才會有 OK 日本基本上都沒有 為什麼要搭這個魔毯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真正染車 出學者下染車 基本上都摔倒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讓你不要摔 讓你覺得 很讚很讚很讚 很輕鬆 一直讓上去這樣 很特別的感覺 很特別嗎 我以前很常搭 我以前很常搭 這還可以走路上去 這有點像手扶梯的感覺 對對對 很輕鬆對不對 蠻輕鬆的 你只是想那種 第一次來滑 然後上下染車的人 對 哇 那個多恐懼啊 舒服吧 嗯 太好燥了 OK 如何 這是一個魔毯體驗 我們帶大家感受一下魔毯 魔毯體驗 好 我們現在要準備滑雪了 然後我們這一次呢 有就是升級了我們的裝備 穩定器 對 沒錯 為了要跟拍用的 對 然後這支穩定器呢 是自營的 Cram M3 這是最新款的穩定器 那會選這支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超輕 它爆輕的 大家應該就知道穩定器是一個 非常大支很重的東西 但這一支呢 是超級適合女生使用 所以說像我 就是拿這支就是剛剛好 那它這支呢 含電池的重量只有 700克 Amazing Amazing 因為我們這次呢 為了要拍滑雪的東西 我們 就是 準備了單眼相機 那我們已經選了非常輕的一台單眼相機 Sony A7C 然後那時候在挑選 穩定器的時候呢 就覺得說 喔 A7C本身的重量 在這張單眼的重量 就是可能一次就要兩公斤多 我覺得一個人 拿這兩公斤多 跟拍Gary超辛苦 所以後來就選了這個 Cram M3 最後還是我跟拍你的啊 想太多了 這蠻方便的 因為它 它這邊就有一個快扣 對 然後就直接裝在那個 A7C的下面 嗯 然後裝下去之後 這裡 直接這樣 扣上去 扣上去 它的拆裝非常非常的 方便 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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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快 超方便 好啦 這就是 狗的領悟 領悟 領悟 等一下 重新再來一次 開始啦 結果一直 一直靠近你 啊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原味 想喜歡我就說嘛 這就是那個 Gross Mountain 好不好 然後 Gross Mountain它的特色在哪裡 離溫哥華市區非常近 那我們看一下 溫哥華市區的美景 嗯 爆美吧 等一下跟拍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更美 好不好 那我們滑雪囉 好 專業的帶裝備 嗯 GO 好 啊 我 想說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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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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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超漂亮 超漂亮是不是 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滑 而且这个算是 稍微就是初学者 你学会了一点之后 你就可以滑着雪道 对要初学者 对就是初学者 再多一点点程度 你就可以滑着这个雪道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美景 这条线叫做 The Cut 很好 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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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靠近你 在长额 Wiii 不要走 有看到这个Gross Parks吗 这个就是滑雪里面有一种玩法 我们就叫Parks 然后如果中文翻叫极限公园 那它简单来讲就是玩一些道具 然后一些跳台类 也就是大家 你们看滑雪影片 你们会觉得 很强的那种 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基本上都是在Parks里面会出现的这样子 那 Gross Mountain这座雪山呢 我觉得很棒 简单讲它就是有非常basic 就是非常初学beginner 然后到小 小的Park 小的Park的话 就是大概是我跟Gary 可以接受的程度 然后再来是中型的Park 那以及大型的Park这样子 那我现在身后呢 就是这个Gross Mountain它最大的Park 那基本上就是你必须得非常professional才会到这个Park 可以看到大家非常快速的一直进去 这边这个Park就是比较小的 就是如果你已经不是beginner的话 可以来这边跳跳 那我觉得这个雪场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会帮你标示每一个Park的SMLXL的大小 因为很多玩Park的人他可能会不太知道自己的程度在哪里 那他可能跳过了一个Box 然后他就以为所有的Box他都可以跳 那就会导致意外发生 所以他这边就是每一个 道具或是KICKER他都会在旁边标示说 这个是Small 这个是Medium 这个是Large 这个是XLarge 类似像这样子的标示 我觉得蛮贴心的 可以加速让你去分析自己适不适合跳这个道具 这样 像这样子这个Box他旁边就会告诉你是不是是Small 所以如果这个程度OK的呢 你就可以跳这个Box 这个就是Super Big 就是最大的Gross Mountain比较大型一点的Park 可以看得到这边高手迎集 如果你们有想知道就是关于Park的一些事情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说不定我们之后会出一集关于Park的介绍 这样子 好然后在餐厅呢旁边有一个火炉 大家会在那边取暖 很可爱 然后呢在火炉的旁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很可爱 这个是Ice Skating的场地 如果你不想滑雪 你也可以来这边体验Ice Skating 然后他这个Skate 还好或者是Snow Shoe都可以在那边租借 好乱 这个餐厅我们觉得最棒的点是 还有室外用餐区 超棒的 室外用餐区 对 view就是这么漂亮 我们就拿了两个椅子 在户外休息 对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用餐区 很Free 很自由 对 对 然后我们拿了什么食材 葡萄 葡萄 我跟你讲其实这个雪场是可以带外食的 对 那你就可以自己准备一些你想吃的东西 那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其实里面也可以买的 对 对 那里面都卖什么 Bagel啊 然后有一些卷饼啊 Pizza Fries 这类的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呢 跑到了黑线上面 可以看到我后面人山人海吗 超多人 我好像要来过跨年一样 会不会 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现在晒着的这个羊 我现在就是太阳之晒 没错 我们所有人都在等 夕阳 超漂亮 超美 这个Gross Mountain它最顶着这条黑线 你可以看得到夕阳 我们就是为了看夕阳而跑上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等待夕阳 我们现在看完夕阳 紧接而来的是 夜景 这根本就是百万夜景啊 很扯 好的我们完成了我们今天的Gross Mountain这个雪场的导览 然后这雪场我觉得很棒的第一个是因为它有非常好的view 非常好 view超好 然后离市区很近 很近 对 然后再来是说它就是该有的雪道 从初雪到进阶都有 然后也有非常完整的park 这样 那你觉得呢 这个雪场 除了我刚刚讲的还有什么 你觉得不错的吗 对就蛮适合就是你来出体验 对就算是只有一天也很棒 也很值得 对 推荐给大家 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看我们去哪个雪场的话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对我们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去导演给大家看看 那就敬请再期待我们的下一集吧 那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谢谢收看 凯西与个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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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